生肖牛生肖牛一贯是小心形势 他们财运即使不适合旺盛 但是也基本保持稳定 进入十月份后积累的财运将会爆发 工作上正财很旺 得益于项目的进展 奖金分红都会拿到不少 加上良好的理财习惯 十月注定要财富翻倍 生肖猪生肖猪在十月份将会遇到自己事业上的贵人 贵人的出现使他们的事业明显顺利起来 他们更加有自信也会将很多能力发挥出来 被领导认可 经营自己事业的人这个月可大胆扩展规模 因为财新护佑 很容易就会收到惊人的收益 生肖龙生肖龙在十月的财运可是说是很旺盛了 之前的投入将在这个月开始慢慢回报 他们自身的状态也很好 一步一步的计划都在心中 当财运商机到来的时候就能果断抓住 在一些金钱上决策硬果断干脆 退你带水会使自己的利益明显受损 生肖猪生肖猪在今年的运势会非常平稳 他们正逢官透出和偏硬相生 因而事业顺利多利于事业上的升值 再加上能够有很多的商机发现 一生都有福气 全家人都可以想他们福 八方来财 同时展宏图方方顺利 创大业事事成功 如果能够多做少说一些 势必告别没运 偏财政财一起爆发 急心高照 生肖虎生肖虎在人生之中 就是运势最好的代表 他们具有平凡性的属龙人 获得了很好的人际关系 这使得他们一生都不缺贵人 再加上近期发展机遇增多 财路不断又能大财生小财 步步高升 同时壮丽山河多一财 文明国度便高峰 如果能主动寻求别人的帮助 必定一生都有好运气 人生处处有惊喜 生肖虎生肖虎属于很勤奋的生肖 他们命中代财 因命宫有玉堂和食神坐镇 可谓是财从天降 万事如意 再加上他们是对于钱财 非常渴望的人 能赚到一大笔横财也不一定 如履平地 同时他们一生的路途都非常平坦 不会遇到大灾大难 如果做事多动脑筋 最终全年财运 事业更上一层楼